日前,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一双累积号去世 当地时间6月12日,韩国统一部称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于累积号逝世 向韩方至宴殿并送花圈 韩国统一部当晚向媒体公布消息称 韩国时间当天17时左右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阁 向韩方转交了宴殿和花圈 根据韩方提供的影像资料 花圈为黄白色,黑色的晚联 标有金正恩的名字 当天,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郑义荣 统一部次官徐虎等人到场与金宇正见面 双方会面约15分钟 郑义荣在返回韩方一侧后 向媒体介绍称 金宇正表示累积号为民族合作做出贡献 希望韩朝继续秉承他的精神开展合作 郑义荣称 已请金宇正向金正恩转达谢意 并对朝鲜卫派调研团表示遗憾 伟绩号生前致力于女权运动 积极支持改善韩朝关系 曾多次访问朝鲜 2000年 他曾随时任韩国总统金大忠访问朝鲜平壤 获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节节 再次访问朝鲜平壤